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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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凱撒路莫拉 而且呢還是被克制的局 對方呢選的是小青 康特我們 來看看怎麼打吧 開始前呢喜歡影片記得點個讚 還沒訂閱可以考慮訂閱 這樣還不錯過影片通知 莫拉這英雄呢 會被小青還有夜叉手克制 特別好打呢 像是弗洛倫 艾里等等的英雄 主要是我們有威夷 有高技能心跟無敵 基本上呢打什麼英雄都是很好打的 都是技術對決 如果你不知道呢 莫拉在兩三個賽季以前 還是屬於黑科技的玩法 那時候呢拍莫拉卡瑟的影片 偶爾還會被留言刷一刷 不過也沒關係咯 大家的意見呢都是接受的 不管好的壞的 這把呢我們來玩的是莫拉 而這場呢打的相當的激烈喔 非常的久 而我們呢利用角色理解 讓他如何做出最大的貢獻 比如打出最高的輸出 最高的參團 還有呢幫助隊友贏的遊戲的方法 畢竟呢我們的最終目的還是 摧毀敵方主堡贏的遊戲嘛 KDA什麼的呢其實都是吃藥而已 但是呢如果能夠更漂亮 那又有和樂不為 可是錦上天花 我們來看看備戰 核心魔物呢綁定死亡詛咒 已經找不到更好的選擇了 以前呢我們也帶過叢林遊俠 不過相信我呢 莫拉出發死亡詛咒 比你想像的更簡單 絕對比叢林遊俠好 奧野部分呢 建議帶攻速或者猛攻 中間的話塞一點吸血會比較好 如果完全沒吸血的話呢會太脆皮 出裝呢招操就對了 最重要的呢還是我們的支援意識 這邊四等呢抓到一個空間 加入一個瞬移 哎呀這個法師沒死生意地 不過交給我們隊友了 這個射手也別想跑了 我們攔住他逃跑路線 這邊敵方三隻都要倒 這一波支援呢 直接幫隊友打了一波風向 這個是很重要的差別 也是呢凱撒路去支援的重要性了 沒支援的話呢 就不會打出這波優勢 再來敵方呢藍來探草 不過呢藍還沒上司 而且是脆皮角 直接把他秒了 敵方凱撒路呢也有支援 這是正常的 這個是巔峰賽 總部的呢只有你支援 你對手不支援吧 不過呢如果是S牌以下的話 很有可能你對手 不會跟上你支援的速度 那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擴大更大的優勢 對上小星的主要打法呢 首先鞋子的部分 魔防鞋跟物防鞋其實都可以 不過呢我還建議 魔防鞋會更好一點 如果敵方呢沒有什麼控制的話 是可以出CD鞋的 出魔防鞋的好處呢 讓小青一套連招 我們是可以動的 他秒不掉我們 基本上被退完就可以走 可是呢如果出物防鞋的話 可以大幅降低小青的傷害 畢竟呢小青的很大部分傷害 就是來自他的強化普攻 這邊搭配隊友呢 把小青擊殺了一次 打小青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不要被他蹲到 然後呢善用我們的大招去消耗他 消耗的同時呢 我們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距離感要抓好 就是讓小青呢 無法直接推到我們的那種 又要被耗血 只要你能夠一直把小青的水量壓低呢 那他可以做事情就變得更少了 而且他水量不健康的話呢 他也不敢深蹲 會怕被打野招嘛 就要打野招 莫拉呢只要達成30%冷卻時間 也就是招出裝呢 買出鋼槍全能跟天叢雲 就可以達成呢不用普攻刷 被動刷大招 不過呢這個其實是不強制的 買CD鞋的話呢可以更少達成 有個小青盾我們 遠離他 雖然被他揍了一頓呢 但是不要跟他計較太多 我們的目的呢就是清兵線而已 這時候血量不是很健康呢 小青趕壓這麼深 所以呢他有可能隊友在附近喔 我們用最後血量把他打成 隊友可能追得上 OK把他擊殺難轉 回家補個狀態 目前遊戲時間已經十分鐘 不過呢敵方的亥犽跟小青 其實還挺肥的 所以呢 我們會推的沒那麼輕鬆 不過這時候要做的事情呢 我們就盡可能的分推 莫拉分推能力還挺強 注意一下呢敵方太多人消失的話 我們要小心就是 可以利用野怪小兵來刷大招 用大招呢就可以 推贏兵線了 不過呢我們要吃到每次兵線的錢 像地圖上呢很多消失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可以的話呢盡量多分推 可以讓隊友呢 可以更輕鬆更多地圖視野 同時呢還可以吃反向的 支援 比如像呢這一波的凱撒 像敵方一直要過來守上路兵線呢 下路凱撒總會少人 這樣子我們隊友可以順利拿下物件 你看我們呢雖然在上路 去推兵線 可是呢這也是幫助隊友的一種 可惜呢他不算參團率 實際做法呢應該也要把 我們去分推 或者呢在敵方半場的地圖 也算盡MVP分數才對 畢竟呢這也是幫助贏了遊戲的一種 很重要的因素 幫隊友撤完凱撒呢 打架的時候我們就來幫幫忙 團戰的時候呢以大招刷敵方的輸出為主 比如法師跟射手 再來呢刷殘之後再收拾殘局 把血量不好的人都收掉 就是莫拉的核心思維 平時呢就多分推 製造機會 打架的時候呢就多消耗 再來收割殘血 這邊呢利用野怪刷出被動 然後再用大招 終結敵方的藍 還有這殘血的 一格 一格加了瞬移喔 可惜我們大招已經快刷完了 剛剛呢我們可以用瞬移改變大招的方向 不過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划算 用大招收掉一格呢 用瞬移收一格 還不如用來保命 畢竟呢我們待會還是有用得到瞬移的地方的 如果被敵方硬抓的話 OK 這邊推掉了製作塔呢就攻得圓滿了 回家 不要 不要拖太久了 不要太練戰 平時呢可以推兵線的話就盡量的推 一格都不要給敵方休息 不要給太多喘息的空間喔 刷一刷敵方 刷一刷敵方 OK 這邊射手呢其實也幹得不錯唷 至少他有嘗試去點塔 這邊刷敵方的黑牙 偷摸一下中路高地 看來是有拆掉了 那很賺 下路高地感覺有機會 這一個細節呢 我們會稍微往後一點 多走兩步再回頭刷大招 如果影子太前的話呢 敵方順上來我們就要死了 這也是保持不死的秘訣之一 不過呢敵方其實也守得挺好的 巔峰賽呢大家都很珍惜分數 畢竟呢 巔峰賽並不是你表現的好多會贏 你看我們目前13分鐘606 也推了很多塔 支援了很多團戰 不過呢像這樣的分數還輸掉的長次 就是BB傑斯 這版本呢實在太容易輸了 有時候呢一個隊友的一個小失誤 就會輸掉比賽 我覺得呢這點有點 不夠人性化 容錯率也太高了 太低才是 你想想啊如果你那場 整場發揮的不錯 打出很多漂亮的神操作 也打得很盡力 不過呢卻在15分鐘的時候 因為一個隊友的小失誤 掉一個頭 掉魔神凱撒 然後就輸掉 是不是 就是 好像有點 前面的操作都是白費的感覺 這個敵方嘗試 往前壓咬 我們把敵方的法師刷殘 一個殘血之後呢 他下個動作就是回家 所以呢我們就有短時間的 主動權 畢竟呢如果這手開戰 就是多打少 那這裡我們想要硬抓敵方的亥雅 可惜呢被他補血不回來了 那先空刷兩層被動 再來鎖定敵方的後面 人群中刷 敵方法師直接倒下 而藍呢一定是殘血的 殘的不行那種 圖倫也要打 這邊呢再一次的打開了大門 這一波呢我們就可以跟隊友一起來吃 陌生凱撒 有沒有注意到呢其實很多破口 都是我們要主動去爭取 也不一定是破口 有時候是機會 這時候呢其實凱撒血量不多 我們的隊友都在 四個德凡恩都在喔 而且四個德有制裁 敵方是沒有打野的 而這裡呢 更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大家要集火 把這凱撒吃掉 如果四個德跟凡恩一起打的話呢 可能不用一兩秒的事情 就可以把他制裁掉 接著再去抓敵方英雄也不吃 不過呢我們這樣子 就少了一個 魔神凱撒的機會 雖然有點可惜呢 可是也沒辦法了 我們嘗試再去創造 先剛剛呢 我們有一個 五打三的機會 也是很難得的 直接吃到魔神凱撒那就對了喔 這邊先刷個被動出來 預判一下草叢喔 看來是沒刷到人 中路兵線呢 不能讓他推進去喔 這個大招呢 刷了圖倫一半水以上 我們先守個中塔 你看後期的兵線還是很強的 才打幾下呢 就把防禦塔打得 像紙炸的一樣 這邊呢又有一次機會了 看四個德是吃選擇 要不要吃 四個德是我們的打野喔 這一波呢選擇是凱撒 那就趕緊把他吃下 成功拿到 也收掉了敵方的小青 小青的時機也挺好的 我們的輔助是大象 大象的話呢 可以把草探得更乾淨一點 如果說他是藍或者愛麗絲的話呢 可能就 脆皮斧沒那麼好探 但是大象的話呢 或者莎尼等等的 可以再探只是一下 這波呢我們拿到魔神凱撒 OK先去人群中刷一波 這邊交瞬移給敵方的伊格 伊格開過了凝霜 伊格也交過瞬移 不過呢我們還可以回升喔 最後呢摧毀主堡遊戲結束 以上呢是帶來莫拉凱撒的實戰結束 在兩三個賽季前呢 還被稱為黑客技的莫拉 當然呢也是目前的版本強勢教了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按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